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elcome to Ask China. Today we have Director Zhou Yuanchun from Ministry of Justice with us.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First of all, could you explain to our viewers the current law society here in China? And what's lawyers' role in China's legal system nowadays? As long as the following law of all washed in peace, the law has been growing, the industry culture has been grow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been developing businesses from the early 200 of the past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to now 328,000. 这里面既有在律师事务所专职职业的专职律师 也有工职律师 公司律师 兼职律师 法律援助律师 还有军队律师 律师事务所也有很大发展 最早的70多家 发展到现在的26000多家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念 就是认为好像律师主要是打官司 实际上这些年律师的服务方式有很大的变化 不光是帮助企业和公民个人来打官司 很多律师主要办理的是非受送法律事务 也就是帮助人们怎么样来防范法律风险 因为律师他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就是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政权实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 就是中国律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 那么一个就是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 现在我们中国律师有1000多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 4000多人担任各级政协委员 其中有28名律师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他们积极的建言宪策参政一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律师每年都会向立法机关 就一些重大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 提出立法建议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案件 深受再审纠错过程当中 律师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表明 越是重视律师的辩护代理的意见 就越能够维护司法的精准性和公正性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还有一个就是办理法律援助的案件 我们现在律师每年办理法律援助的案件 有30多万件 那么他们就是为残疾人 老年人 这个妇女儿童 还有农民工 这些弱势群体 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感谢主席 谢谢